大家都见过上岸的鳄鱼吧 四肢交替向前爬行 凶神恶杀的样子 让所有的陆地动物都避而远之 但是你见过一蹦一跳的鳄鱼吗 行动时像小狗一样 两条后腿用力一蹬 身体就像弹簧一样向前弹出了 前肢后肢轮流着陆 奔跑前进 照我说这画风好像有点不对劲 这鳄鱼怎么狗里狗气的 人骨的身体仿佛被注入了二哈的血液 难道它变异了吗 这还不是个别现象 这个看起来凶神恶杀 又透着一股傻劲儿的鳄鱼 就是古巴鳄了 但你可别被它二哈的行为所欺骗 古巴鳄心情十分凶猛 而且十分的好斗 古巴鳄体长2米 体重可以达到200斤 是一种能够在陆地上奔跑的鳄鱼 其实古巴鳄并不是唯一一个 具有奔跑能力的鳄鱼种 菲律宾鳄 美洲鳄 猪如鳄等等 它们都会奔跑的 美国的思维学家 就曾经组织过一场鳄鱼的跑步比赛 它们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动物园当中 设立了多个摄像头 对菲律宾鳄 古巴鳄 美国鳄 西非纤细带嘴鳄 以及猪如鳄进行了观测对比研究 来自澳大利亚的古巴鳄 就获得了跑步冠军 时速可以达到18公里 可以说是陆地上行动最快的鳄鱼了 无论是水里面的鱼 还是陆地上的小动物 只要被古巴鳄盯上 就注定难逃鳄运 相对于爬行鳄鱼来说 古巴鳄的两条后腿上 有很重的龙骨 后肢更长 脚谱对话 所以更加适合奔跑 除了奔跑 古巴鳄还擅长跳高 整个身体可以跃出水面去捕食 哪怕是在地面上 它们也可以四肢离地腾空而起 为什么同样吃鳄鱼 有的会跑会跳 有的则只会爬呢 这个就可能来自于鳄鱼祖先的遗传了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研究小组 就经过对史前鳄鱼的 合骨化实验就发现 史前鳄鱼能够像狗一样快速奔跑 以躲避食肉性恐龙的猎杀 这与如今生活在淡水当中的鳄鱼 就完全不同 远古鳄鱼通过不断的进化 来适应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 鳄鱼作为史前生物 它的祖先 原鳄早在2.5亿年前的三叠季就出现了 最初鳄鱼本来就是生活在陆地上的爬行动物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 鳄鱼的适应能力非比寻常 它们的生活方式在不断的演变 为了更好的捕捉鱼类 远古鳄鱼就大批进入了侏罗纪的海洋 练就了娴熟的游泳和潜水技能 所以鳄鱼的祖先本来就是陆地生物 如今鳄鱼保留一点老祖宗的奔跑基因 也是很正常的演化结果 以后在野外探险时可要对鳄鱼更加小心了 它很有可能会向你狂奔而来 更重要的是你还不一定能够跑得过头 好